每个人学佛开始的时候 都是为了求自己的事情 工作事业 身体健康 婚姻大事 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觉悟来学佛的 不懂得自信归依 要懂得明因识果 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果 种什么因 长什么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你今天种西瓜子 怎么会长出南瓜 今天种这个莲花 就长这个莲花 师父还说 今天种了不好的因 一定会有不好的果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向菩萨妈妈忏悔 向护法菩萨忏悔 向师父忏悔 昨天下午 边看网页边念经 之前师父说了这样不行 但是存有侥幸心理 过了一会儿 感觉眼睛模糊 出洪雪丝了 我也揉了揉 也没看见啥呀 还模糊 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洗涨完了 心想滴几滴大杯水吧 之前我脖子过敏 用大杯水擦三天就好了 这次也用大杯水 滴到眼睛里 滴了两次 我就琢磨着 哪里做错了 收拾完上床了 突然想起来 今天看网页念经的事了 然后和菩萨妈妈 护法菩萨师父忏悔 今天早上恢复正常了 太感恩菩萨妈妈了 之前没在乎这方面 现在知道了 护法菩萨随时都在 若让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呀 我也特别高兴 菩萨妈妈 护法菩萨没有远离我 这加强了我的信心 感恩菩萨妈妈 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曾经不让我出门 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先生 抑郁症已尽康复 再到现在同意我回娘家 并给我费用 真的是感恩菩萨和师父 之前 他总是限制我的自由 只让我待在家里 还恐吓我 我如果出去了 就要把我的腿砍断 到如今 什么事情都能商量了 支持我出去请花 允许我回娘家 这在常人眼里不算什么 可是在一个抑郁症患者 康复后的诸多改变 真心不易 唯有感恩 心灵法门如此殊胜 学习心灵法门后 诸多法喜都是菩萨和师父 慈悲保佑的 愿有缘众生 能走进佛门 与佛法结缘 去感受属于自己的那份法喜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大家晚上好 我来分享一下 远程助念 摄佛台的能量 真的非常的大 昨天听师兄说 功德要学会用 我就上香的时候 跟菩萨妈妈说了 我今天助念了两个佛台 如果还有功德 请菩萨妈妈 用这个功德 消除我左肩肩周炎的病痛 刚刚跟菩萨妈妈说完 左肩膀马上轻松了好多 我左肩痛了有好几个月了 晚上经常痛醒 昨天晚上一觉到天亮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儿子今年上初二了 由于儿子以前好几次 被班主任老师批评 说他尚可不专心 老讲话 班主任是教英语的 而儿子刚好英语 又非常的不好 每次考试 只能考七八十分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就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 给儿子许愿一年之内 念心经两万遍 和大悲咒五千遍 当我在给儿子 念诵大悲咒到一千遍以上 心经四千遍的时候 意外地接到老师表扬儿子 微信信息 说他进步很大 改变很多 要好好培养他 让他去陪优班学习 前天 班主任又给我发来喜报 这次英语测试 班上只有两三个人 做对的题目 儿子也做对了 英语成绩大幅度提高 令老师刮目相看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菩萨妈妈保佑 是经文的能量加持了他 儿子自己平时也念经做功课 大部分日子都吃素 当我把老师表扬他的信息 告诉他的时候 他当即回答 感恩菩萨 经文的能量不可思议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是最好的教育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楚国 过去的楚国的边境 他叫护碧梁的城 这个城名字叫护碧梁 他和吴国的接壤的地方 有一天 一个吴国的姑娘 踩商业的时候 不小心踩了碧梁的姑娘的一个脚 就是这么个小事 你们听着发生了历史上 什么重大的事情 碧梁姑娘的家人 随后来评理 吴国人非但没有好言陪理 反而出言不逊 说小孩子游戏受了点伤 你还想来讹诈我们 是不是 碧梁人很生气 争扎之下 打死了吴国人 吴国人 纠集了几十号人 杀了碧梁的那一家人 碧梁的守城官大怒 发兵杀光了 吴国边境的老幼 吴王叫义渭 他正怒 发兵把碧梁 移为平地 吴楚两国因此发生大战 后来吴国攻入了楚国 将楚国灭亡 这个真实可叹的历史悲剧 说明了一个问题 不经过大脑的冲动言行 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 这就是如今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 中华传统告诉我们 只可言而后言 就是选择可以说的话 你再去说 只可行而后行 选择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去做 就像孔老父子讲的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非礼物行一样 一言一行 都要生思熟虑 台长告诉你们 心理学家发现 人脑中 人的脑子当中 最古老的边缘系统 是主管人的脑袋的情绪 而最后才会进入 大脑的皮层意识 主管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 任何事情发生之后 边缘系统会第一时间 反应情绪 所以就会让人感到恐惧 愤怒喜悦 其实过了六秒钟之后 才会进入大脑 生成的皮层意识 大脑才会做出正确的认知 也就是说 冲动是原始人的行为 而思维 生思熟虑 才是文明人应该做的 所以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原始的冲动 使我们犯罪 使我们造成家庭的伤害 我们要用文明的理智 和冲动相隔开 实际上 只要你碰到事情 冷静的六秒钟 遇到事情 脾气不能克制 想动手的时候 一定要克制自己 深呼吸 六秒钟 也就是念一遍 消灾吉祥神奏 就会消灾解难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你今天恨别人 别人就一定会恨你 你今天伤害别人 别人一定会伤害你 这就是因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